用力一刀把俄罗斯国旗直接撕成两半 乌克兰市长和士兵欢欣鼓舞 因为东部战线包括哈尔科夫原先与敌军基站的地点 周一传出好消息继续收复超过20个存落 从上星期开始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吹起反攻号角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边界不断往东退 俄罗斯士兵必须赶紧逃命离开乌克兰 最新英国国防部战报更透露 哈尔科夫解放的面积几乎是英国伦敦都会区的两倍大 俄罗斯面对战事受挫 哈尔科夫勤俄州长也不得不透露 约5000位平民跨境逃到俄罗斯 乌克兰在南部关键城市也有所斩获 然而各地仍旧轰炸不断 导致停电民众在地铁站动弹不得 乌克兰也谴责俄罗斯的空袭 是因为打不赢对平民采取报复 TVBS新闻中不得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